这一节我们来学习毛发的控制 首先我们可以为当前的角色头部来制作毛发的效果 选择模型 然后直接执行for下面的attach for description 新建一种毛发的类型 或者我们直接可以选择一种比较贴近于我们角色的这种毛发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毛发的效果 好 创建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毛发的属性来达到控制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颜色的一些调整 像这些 那么它的一个基础的颜色 除了可以直接去调整它的画块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当前我们做好的这样的材质 这张贴图来进行控制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把我们这张贴图进行一下打开 我们找到当前工程目录下的source image下面 然后直接去进行一下观察 我们希望通过这张图片来去控制毛发的颜色 我们可以打开window下面的材质编辑器 hyper shade 打开之后 我们找到textures这样的页佳 然后我们把当前这张图片可以直接去连接到毛发的颜色属性上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直接把它用鼠标中键按着不松 托放在base color上面松开 这样的话这张图片的颜色 这张贴图的颜色就控制了当前毛发的基础颜色 那么现在我们渲染的话呢还是没有效果的 我们必须对当前的这个部分的进行烘培 就是把文件的颜色的烘培成为一张贴图 然后用这张贴图呢再去控制毛发的颜色 我们都需要去点击bake烘培的命令 这样可以看到了当前的这个头部的毛发的根部颜色呢 就是由我们这张贴图所决定的 好 那么它顶端颜色呢 我们当然是可以调整 通过这样的配合的方式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细腻的效果 我们对于它的长度也适当的变长一些 好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观察 直接呢 点击渲染按钮 Render 毛发的测试一开始的时候 数值不要给的很高 那可以看到呢 除了这个该生长的地方之外呢 像脸部的地方也很奇怪的生长了毛发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贴图的方式来去控制 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一项 我们称之为Boudness光秃度的一个数值 那这个数值如果为0的时候呢 这个毛发就完全的就不生长了 不产生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张黑白贴图来控制 也就是白色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数值为1的 也就是说它生长毛发的区域 黑色的地方呢是不生长的 也就是数值为0的 那首先我们先需要对当前的模型 把它的UV先输出出去 那选择模型 然后呢直接执行Windows下面的UVTexture Editor UV材质编辑器 打开它之后 我们对当前的这个UV呢 进行输出 然后像是生长毛发的地方呢 我把它颜色呢填充一个白色 那其他的区域呢 就是不生长毛发的地方 就是黑色 选择模型之后 然后对它呢 直接执行Polygon下面的UV快照命令 我们找到最下方的UV快照 把当前的UV呢进行输出 首先我们可以去设置当前输出名称 UV 这是针对于毛发的一个控制 起一个名声容易让我们观察得到 好 那么它是一个带抗锯齿的 那么它的类型 我们不需要它产生通道 我们直接呢选择一个GPEG的方式 我们点击OK进行输出 下面会保存当前的一个输出的路径 好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打开平面软件 像是Photoshop 打开之后呢 我们把刚才那张UV的图片呢 进行调入 直接打开Image下方的那张图片 好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脸部的区域 我们不希望它生长任何的毛发 所以说它是填充为一个黑色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再进行一下观察 有必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玛雅的UV材质编辑器当中呢 进行一个对照 观察一下哪些地方是需要生长毛发 哪些地方则不需要 可以看到在当前当中 还有口腔 口腔呢也是不需要生长毛发的 那我们可以在Fotoshop当中呢 把当前的口腔的区域也把它填充成一个黑色的 我们把这个区域呢进行加选 直接用黑色呢进行填充 好 然后其他的地方反转过来 用白色来进行填充 也就是说它会生长毛发 当前的数值为1 存储当前的贴图 把贴图呢存在 原图像文件夹当中 这张贴图的名称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控制 这是关于毛发的控制 毛发的控制 把这张图片呢进行保存 然后我们在马亚当中 把这张图片再进行一下调用 好 我们直接呢打开材质编辑器 创建一个二维的文件文理 并且呢 把当前这张图片进行连接 我们做好的这样的一个黑白的控制贴图 进行连接 有了这张文件之后呢 我们再去对毛发的光秃属性 进行连接进行控制 Boudness 非常的简单 直接把这张图片呢 用鼠标中键按着布松 放在光秃度数值上 这样的话呢就连接上了 那最后一步呢 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下 烘培点击Bake 烘培命令 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也就是脸部跟耳朵的地方呢 不产生毛发 那么黄色的这个区域会产生毛发 可以看到这个耳朵的后方呢 会有一些 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UV点的方式来进行对位 来进行定位 选择UV采质温机器观察一下 它的这些部分 哪些地方 像这个地方呢 同样 也是不生长毛发的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Fotoshop 我们在填中之前把它回退过来 可以看到这是耳朵的部分 那同样 这些地方呢 也是 不生长的 先取消选择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进行加选 这个区域 不会生长毛发 所以说它的 也是 我们直接呢 填充一个 黑色就好了 把当前这张图片 然后这些地方呢 我们都把它填成一个 白色 只把生长毛发的地方 把它变成 白色填充 这样的意思呢 是 数字 唯一的一个控制 好 那这些地方呢 当然是一个黑色 把它进行填充 不生长毛发 这张贴图 再重新的 进行保存 一般来说呢 这个图片 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都 最好呢 把它存成一个 PSD的格式 方便之后 我们再进行修改 那如果直接就放弃 就不去存储的话呢 后面再去修改 起来会比较麻烦 养成一个很好的操作 习惯是非常必要的 好 那么呢 我们再对当前的 这张贴图呢 进行一下控制 进行一下 重新的载入 选择 HopperShade 我们对张贴图片 把它重新的进行一个 调用 Reload 选择它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一下 重新载入这张图片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下 烘焙 选择毛发 点击Bake 烘焙命令 好 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 耳朵的背部呢 就不会产生毛发了 这就是得到了 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去控制 具体的一些参数 它的长度啦 它的一些卷曲度啦 这些都可以进行调整 所以说 这个举一反三 按下去之后呢 都可以通过一些 具体的自身的一些项目 然后呢 去调整这些属性 好 那除了可以用贴图的方式 来进行控制之外呢 它还提供了一种 叫做笔刷的方式 我们 首先我可以选择 当前的这个模型 为它创建一个 毛发的类型 就跟我们的头部是一样 再去点击 创建 好 那因为这个部分呢 它现在 创建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去通过 笔刷的方式 来进行控制 注意一个顺序 一步一步的来 我们对当前的 毛发的一个外形 做调整 这是一个显示的效果 看得更明显一些 把它变成128 这样的一个采样 很清楚 好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笔刷的方式 来去调整 这个毛发的一些属性 除了贴图之外 那么选择毛发 我们可以找到 pint for attribute tool 绘制毛发属性的工具 我们可以点开 后面的option 在这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一些选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去绘制 当前的毛发的一些方向 它的长度 它的这个光秃程度 旋转等等 这些属性 那比如说 我们对它的整体的一个 长度进行调整 选择 Length 长度 我们按B键补松 调整笔刷的大小 那么假如说 我想做出一些 比较丰富的效果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进行一下调整 那么我们可以双击 设置当前笔刷的一个 数值 它的强度值 那么都可以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把它这个数值呢 从1变成0 那么我们笔刷 所在的区域 就可以看到 就这些地方呢 毛发 它的长度值 就是为0了 那么这个参数面板 我们就已经非常的熟悉 我们就可以去调整 当前的笔刷的类型 是一个替换的方式 还是添加的方式 我们如果想让我们选择的地方 当前的这个数值呢 再为1的话 就把这个数值调高 然后再去进行绘制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控制毛发的一个长度了 当前毛发的一个贴图的尺寸 是256×256的 如果它控制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提高整个的一个精度 对于它的光秃程度处置呢 我们就可以调整 当为0的时候 这些地方是光秃的 不生长毛发的 那么可能在做的时候 大家发现 我们这个毛发 资深的毛发呢 这个做的时候会产生一些 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 我操作了以后呢 它并不能够按照我们的笔刷的位置 产生一个变化 那是因为我们的贴图 我们的UV呢 开始就没有分配好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最好把毛发先删除掉 把UV先分好 使用那种自动映射的方式 然后再去创建毛发 才能调整这个毛发的控制 否则的话呢 再怎么调 你都无法去做到非常好的效果 因为UV是乱的 所以反复强调一点 就是在你做毛发之前 你先要把你的UV 这个材质的这个区域 它所做到的部分呢 做好 玛雅是非常强调流程的一个工作 所以前面东西做不好的话呢 你后面的这个贴图啊 这些渲染啊 毛发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玛雅是一个 讲究团队合作 讲究这种流程的 这样的一个软件 所以说大家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 我们把当前的这光秃度 这个数值 把它再还原回来 就是这些地方呢 再生长出毛发 那么下面这些属性 跟我们刚才介绍的 这些毛发的属性 都是非常的一致 它的 Polar 它的Row 旋转 它的一个Opacity 不透明程度 它的宽度 可以对于局部 某些区域 进行精细控制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用笔刷的方式 来进行控制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for菜单呢 再做一下完整的介绍 那下第二项呢 是对于当前的一个编辑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当前的节点 或者是我们在 试图当中去选择 都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 对于当前类型的一个选择 那刚才说到了 这是对于笔刷的一个控制的菜单 那么更新所有的毛发贴图 如果效果 这个没有进行实时的这种更新的话呢 我们手动进行更新 update for maps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对于毛发类型的一些更多的控制 比如说对它的进行一个detach 进行一个duplicate复制 删除当前的类型节点 或者呢是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模型 把我们的这个类型的毛发呢 直接去连接到上面去 这些都是一些很细节的操作 那么非常的简单 那么下面呢 也是对于毛发的一些控制 比如说反转毛发的发现 也就是说我想让毛发的这个方向呢 朝着外方还是朝着内部 都可以这样去选择 注意是选择模型 然后直接执行 reverse for numbers 当前的一个命令 就是毛发的整体方向 产生一个变化 如果它同样的执行的这个操作以后呢 方向出现问题的话 可以知道 毛发呢也跟模型的发现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来进行反转 有时候呢 你可以做模型的时候 对于个发现不统一 模型不规范 那么在做毛发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所以要通过这些小命令呢 进行一个修正 那么这一项呢 offset for direction by 就是对我们当前的 毛发的一个方向做调整 当时为0的时候 90度 180度 270度 这样子 很快速的调整了毛发的一个方向 当然如果你用笔刷去刷的话 开始有些同学在做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毛发的这个方向生长不一 那其实再怎么刷都没有用的 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优微的问题 材质分配的问题 所以说造成它的方向的问题 那如果想做出一些细节调整的时候 你可以去用笔刷控制一下它的方向 或者对它的整体方向产生一些变化 通过这个命令 偏移毛发的一个方向 那么下面呢 是对于毛发的阴影的一个控制 对于灯光的连接 我们找到 4 shading attributes 毛发的阴影 这个的选项呢 通常要跟灯光进行配合 产品当中呢 有两盏灯光 我们显示出所有的灯光 show lights 一盏点光源是辅光灯 一盏聚光灯呢 是主光源 那么我们选择灯光之后 可以直接执行 这个选项 就是把我们的灯光 加进来 那么末日情况下呢 我们投光灯上面呢 有一个选项 可以看到在 投光灯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 4 shading 毛发的阴影的选项 末日情况下呢 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前提是 我们必须 选择 灯光 然后呢 把灯光加到毛发当中 跟它进行连接 有一项 add to selected light 添加选择的灯光 当我点击这个命令之后 就是选择灯光 点击当前的这个命令 它就会把灯光 跟当前的这个毛发 进行连接 点击之后 我们按Ctrl A 展开它的属性 可以看到下面的 这个毛发的开关 毛发旋转栏呢 就被激活了 那么它分为三种 类型 有一种自动的方式 Auto shading No shading 可以看到 就是不产生阴影 自动阴影 还有阴影贴图 那么我们主要说一下 这个第二种 和第三种 自阴影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可以设置 毛发与毛发之间 产生一个阴影的效果 那么自阴影的一个 竖直 都可以进行调整 那么我们选择到一个 合适的角度 当前灯光呢 会对毛发产生影响 选择灯光 然后确定它的一个角度 没有问题 好 我们对毛发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可以看到 找到内展灯光 然后呢 对它自阴影的一个数值 默认的话呢 是0.5 好 我们对当前的这个位置呢 进行一下调整 进行渲染 点击渲染按钮 那么这是默认的 产生了自阴影的一个效果 默认的一个效果 是这样子的 好 把它进行存储 那么自阴影的这个数值 为1的时候 我们进行渲染 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这数值呢 为1跟0.5的时候 毛发与毛发之间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在做项目的时候 这些参数呢 需要反复的调整 你可以不用去很 非常仔细的去研究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没有必要 这个参数呢 是要你 逐动生巧的去调整的 从整体到局部这样调整 那么 自阴影的一个效果 那么需要你去配合实力 来进行调整 可以看到 当这个数值呢 为1的时候呢 整个阴影的感觉 更加明显一些 颜色更发黑一些 那么下面呢 是一个自阴影的一个 发黑的程度 发黑的程度 那这个数值 为1 那当这个数值为0.5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Render Perspective 自阴影的一个发黑的程度 可以看到一些变化 那么相同的自阴影的一个数值 只是说它的发黑程度不一样 这个呢 是为1的 这个是为0.5的 毛发自身 它会有一个变黑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位置的 参数 默认情况下呢 这个数值为1 好 那么这是背部阴影的 一个阴数 背部阴影的一个阴数 以及背部阴影的 一个变暗的程度 都会产生一些 非常细微的变化 那么就是灯光的 这个反方向 所看到的这个阴影 那么它会不会产生一些 阴影的效果 都是通过这两个数值 来进行控制的 好 那么下面这个选项呢 叫做 intensity multiplier 这是对于一个 强度的倍增 那么在灯光确定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对毛发 如果想让它变得更亮的话 我可以让这个数值进行调整 这样的话呢 毛发的亮度 会进一步的增量 但是呢 场景当中的灯光 不用进行调整 这样的话 让我们的模型跟毛发 进行更好的匹配 好 可以看到 对于毛发的整个 这样的一个亮度 我们可以让它适当的再去进行一下调整 好 那这是第二种类型 第一种是没有 阴影 第二种是自动阴影 第三种是产生一个阴影贴图 当选择第二 第三种之后呢 这个毛发会对我们的模型产生阴影的效果 那么它会有一个 最终的融合程度值 还有一个倍增的系数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调整 我们看一下 当使用第三种时候呢 它会生成一张阴影贴图 选择 选择 针对我们的 试图进行渲染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比一下 这是我们 渲染的效果 那么毛发 它会对于我们的模型产生阴影的一个效果 那么自身呢 它会有一个发亮的效果 那毛发与毛发之间呢 就不像刚才那样的产生这样 比较发黑的变暗的一个效果了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场景当中呢 只有一种类型 也就是只会对模型产生阴影 那如果再需要这个毛发之间呢 产生这个效果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去创建一展 投光灯 对当前的这盏灯光呢 再次的进行一下复制 按Ctrl-D 复制出来之后呢 让这盏灯光 让它的 对于 毛发产生一个滋影影效果 选择第二项 好 那这些情况呢 那么毛发 本身 也会有滋影影效果 同时 受到第一盏灯光影响 毛发呢 也会对当前的模型 产生投影 通常来说呢 毛发层呢 我们会单独的分一个层出来 然后在后期当中进行合成 制作一些模糊的效果 这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方法跟手段 好 那这就是关于毛发的一些控制的属性 我们可以通过 对当前贴图 进行调整 我们选择当前毛发 回顾一下 可以直接呢 通过贴图 通过文件 对某一属性 进行控制 然后呢 点击烘培命令 产生一个影响 我们还可以去 使用笔刷的方式 对当前毛发的一些 长度 对它的 方向 等等 通过笔刷的方式 更直接的 去 进行调整 那么我们 还可以去让 毛发呢 跟灯光产生一个连接 产生更加真实 跟自然的一个阴影效果 那么这就是关于 毛发的一些控制的 手段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